9月21日 星期二得到 早成 我是新聞報道員 笑碧 國家安全處於9月20日 拘捕三個賢學施政成員 包括召集人王逸占 秘書長陳子森 和前發言人朱慧瑩 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柱華 在下午交代安程指出 三個人涉嫌違反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指賢學施政透過街站和平台 呼籲市民不要用安心出行 建議市民擲帽向在囚人士提供物資等 涉嫌煽動仇恨政府 不服從法律 以及煽動分裂顛覆政權 李柱華又指出 拘捕行動會繼續會集中調查組織的資金來源和金主 在記者會完結後 警方展示多箱證物 當中包括零食M&M 魷魚絲 濕紙巾 強身爽身粉 潤膚油 以及書本等 相信是今天早上警方在葵涌華星工業大廈運走的零食和衛生用品 全部都是目前懲教處應可可交給還額人士的物品 被捕人士年齡介乎18至20歲 全部都是賢學施政骨幹成員 李柱華指出 賢學施政特意在上年國安法事實後 繼續不斷透過街站或平台發放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 並舉辦過41次街站 發放大量煽動仇恨政府不服從法律 分裂顛覆國家政權的信息 李柱華舉例指出 他們曾呼籲市民不要用安心出行 並在出入住所時提供虛假資料 賢學施政又說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不是口號 而是民族信念 提到下一場抗爭可能是一個戰爭 革命 建議市民摘武 裝備好心態和技能 因為將來革命來臨時需要勇武抗爭 李柱華強調他們特別提及到抗爭對準港共 中共政權 足以構成犯罪 國安署今天早上拘捕賢學施政成員後 將黃日戰帶到葵聰華星工業大廈搜查 警方將黃日戰押往位於旺角的社區空間不移 並爆門進入單位 李柱華提及到賢學施政在旺角撤會址作為最腳點 進行小賣賣和展覽 說他的策略是吸引志同道合的人 他就這樣說 在內有一個地方可以發展他的興趣 從而提供一些機會去輸送自己的想法 希望他們可以加入自己的行列 他認為普通到訪上指的市民 如果沒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意圖 就不需要過分擔心 另外李柱華又指出 賢學施政呼籲市民不要用安心出行 而事件發生在國安法之後 有故意違反國安法之言 他就這樣說 如何看到他的意圖 其實你會從他做出來的行為 以及譬如他宣揚時 他想做些什麼 呼籲些什麼 已經看到些情況 並不是真的要看到他煽惑很多人等等的東西 才可以證明他有國安法之嫌疑 李柱華又舉例指出 賢學施政有系統地向相同理念在囚人士提供物資 並引述早前保安局局長和懲教署署長提及到 相關物品可以作招攬獄中追隨者 至於為什麼支援在囚人士會違法 李柱華表示當然沒問題 但假如意圖透過幫助在獄中的人士信念相同的人 招攬他們成為追隨者 從而增加影響力 繼續違反國家安全就是屬於違法 他亦被多次追問到 賢學施政如何可以在獄中增加影響力 李柱華並沒有正面回應 他就這樣說了 我猜是看回事實 我最近在獄中也有很嚴重的事情發生 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影響力有多大 籌權組織石長花一直支援在囚人士 目前宣佈解散 李柱華聲稱不方便透露有沒有其他機構正在接受調查 接下來想和大家說一說 在世界各地加拿大法國和英國發生的反疫苗示威 首先由最近的一宗示威說起 發生在法國的 反對疫苗和反對健康症的措施民間示威今天繼續上街 這已經是連續第十個星期六 法國各處舉行針對性示威遊行 法國警方早就戒備 因為巴黎等地連續以來發生同類型的示威都發生暴力衝突 這類型的示威越來越少法國人的支持 因為法國雖然疫情持續平緩 但確診和吸救病人越來越多 局限在未打疫苗者和年輕人的群體之中 根據法新社報導 在法國總統馬克龍考慮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下降情況下 取消一些限制時侯 今天計劃連續第十個星期 星期六舉行180個反對健康症的示威 這個示威遊行動員在馬克龍上星期五 在他的社交網站發布了一段視頻 視頻內容宣布法國突破了五千萬人 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的象徵性里程碑 根據警方消息指出 月的星期六巴黎將會有1.7萬個反對健康症的示威者 法國其他地區將會有8至12萬個示威者上街 上星期六的示威活動在全國範圍中聚集了12.1萬個示威者 遠遠低於8月7日的23.7萬個示威者 與此同時 當局就說法國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正在平息 馬克龍星期四表示 他正在準備在病毒傳播沒那麼嚴重的地區取消某些限制 但沒有給出準確的時間表 反對健康症的示威者今天計劃在首都舉行三場遊行 由中午12時開始 王馬甲將會在朱安侯助廣場第17區出發 前往Saintier 第二區 另一場由示威發起人Sophie Tissier 橙色力量領導的示威將由 La Hague 廣場 第7區 到Port Royal 第5區 下午2時由佛洛利安 菲利波 Florian Philippot 前國民陣線第二號人物 現在是國民大會黨的領導 外國者示威將在第16區的 特羅卡羅人權廣場出發 再前往鄉謝麗社大街第7區 一些示威者強烈反對對醫務人員強制接種疫苗的措施 在7月21日在接待50人以上的場所 健康證明書已成為強制性 之後這個措施被擴展到醫院 除了急症室的部門除外 酒吧和餐館根據院級決定擴展到大型靠物中心 並在8月30日擴展到180萬個公眾接觸的僱員 接下來就說說9月13日加拿大發生的反接種疫苗示威 在9月13日星期一 加拿大國地的一些醫院外出現了反對疫苗規定 和其他有關COVID-19公共衛生措施的一系列示威活動 在多倫多時 一百多個反對疫苗規定的人士 首先聚集在 安大略省省議會大樓外面進行抗議 之後前往醫院外面示威 加拿大其他城市的一些醫院外面 亦發生了類似的抗議行動 這一系列抗議活動是由加拿大前線護士 Canadian Frontline Nurses組成的 這組織由安大略省的兩個護士創立 這兩名護士宣傳有關COVID-19的陰謀論 而且參加了美國認為這場疫症大流行是假的抗議集會 加拿大前線護士組織發布了預計將在10個省份進行無聲搜野通知 聲稱這是為了批評政府為了抑制COVID-19傳播而採取的公共衛生措施 而政治家和衛生保健組織就說 上述的抗議活動完全不可接受 對於衛生保健工作者和患者都是不公平的 安大略省省長杜格福特 在宣布疫苗證明系統計劃後成為類似抗議活動目標之一 他在星期日發布的一條Twitter中 譴責了這輪最新的抗議活動 他說這是自私、內藥和魯莽的 安大略省註冊護士協會 安大略省醫學協會 Ontario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這個擾亂 並呼籲在醫療機構周圍畫出指定安全區 以保護工作人員和患者 安大略省的新聞主黨也提出這項建議 這個聯合聲明是如此寫的 在18個月以來 護士、醫生和其他衛生保健工作者 一直在疫情大流行的前線 日以繼夜地做事 以確保我們的社區安全 最後說說英國在8月15日 也有一個反對疫苗護照的遊行 在上月8月15日英國倫敦 幾百個市民上街反對實施疫苗護照 示威者湧入國會廣場 白廳和皮加迪利圓環 Piccadilly Circus等地方 要求取消疫苗護照計劃 示威者亦在首相府外聚集 告復反對疫苗護照口號 又揮動橫額 有一個標語是如此寫的 手上Boris Johnson放過小孩 接種疫苗小孩不能防止病毒擴散 我不要疫苗護照 而蘇格蘭的格拉斯哥 亦有幾百人舉行類似示威 為了追夢你們可以去得多盡呢? 再次一宗比較輕鬆的報導 美國一個很省家的男生 一個月只用2,300元 紙巾曬光重用 為了省水有一個方法去測試底褲 洗不洗? 你們為了省錢可以去得多盡呢? 美國一個率局選手為了追夢 在日常生活中時無大小都省得就省 他說自己每個月只花費300元美金 即是大約2,300元港幣 而他的省錢計劃就是把用過的紙巾曬光重用 底褲穿到發臭才洗 他覺得這樣是省水和 聞一聞覺得沒意味就會繼續穿 他這樣說 每個月只花費300元美金 即大約2,300元港幣 由於他在日常中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減少之出 所以就有全世界最省家的摔角首稱號 綜合英國《太陽報》等外媒日前報道 美國紐約男子Matt Vivier是一個摔角選手 他在追夢的過程中為了儲錢 並投資到自己身上 The Chippiest Wrestler in the World 之稱 Matt在2019年曾接受節目 The Learning Channel 訪問 分享自己如何省錢 Matt說自己會將用過的紙巾擰乾 然後放到窗邊靠太陽曬乾後重用 我的只有兩條底褲 為了節省水和水費 會以味道作為底褲可否繼續重用的原則 他就這樣說 聞一聞覺得沒意味就會繼續穿的我 另外他在飲食上也是節省的 Matt就會將椒皮和蛋殼攪碎 作為善食補充劑的蛋白粉 他就這樣說 市面上的蛋白粉要100元美金 即大約778元港幣 我自製的蛋白粉可以說是最便宜的 他也會利用家裡每個角落 或收集可以代替健身物品的東西來訓練自己 例如Matt就會將兩個水桶 全部裝滿20磅重量的水 然後用一支棍擔起水桶來做重量訓練 為了省錢不去非法舖 他索性找媽媽Margarita幫忙用剃刀幫她剃缸頭 當Matt有額外的洗肺時 Margarita就會伸出援手 甚至每個月都幫她買東西吃 Margarita就說她非常樂意幫助兒子 並欣賞兒子的性格 她就這樣說 大家都說我兒子很少家 但我會形容這些叫慳家 而且是非常有創意 大部分鬚角手都會將自己曬黑 令圖看來比較健碩 而Matt就用茶包浸水 然後抹上身 來代替日乾肉的效果 節目組也安排Matt 去到外國鬚角節目 比賽上的擂台做Casting 叫她穿自己最貴的一對HER出鏡 雖然對HER已經破爛了 但Matt仍然堅持不買新鞋 而是用膠紙貼著破爛的位置 最後Matt在試鏡中慘敗 雪葛團體TNA成員就這樣向她提出建議 地業雪葛的時候 這個行業越來越多年輕人 即代表你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了 在這個舞台上 裝備是其中一個需要投資的東西 尤其是你要讓評審和觀眾留下一個好的印象 如果你想成為第一 你一定要看起來就像是第一 最後Matt就表示參加節目之後獲益難多 但省加是她的生活風格和方式 所以她會繼續維持這些習慣 而最近有觀眾在她的Facebook上留言 問Matt有沒有換新的HER 她就嘗試這樣說已經買了一對新的HER 你們有沒有做過一些很省家的事呢? 小碧在讀大學的時候 因為要自己賺錢生活費 那就很省的那幾年 我就用灑菜的方式來應付日常的生活開支 買了一大塊椰菜 切碎它然後灑熟地吃 加上芽菜 有時獎勵客自己會加些豆腐泡 當然會加雞蛋這些便宜的食物賺過肚子 不知道你們有什麼很省家的事可以和我分享呢? 不妨留言告訴大家吧 今天的新聞報導完畢 明天見 拜拜